综合练习二这一题 这一题刚好有用到三比普函数 那里面的话它需要做哪些呢 首先的话这边总共有三题 第一题是什么 将旭责二全部复制为旭责三 把它复制一个 然后旭责三里面呢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是教师研习 第一次旭责二是入门教学 然后第二次的话就变进阶教学的研习实数 那因为只要有老师参加才会有实数 没有参加就没有实数 然后就是删掉李世远跟吴方语 头跟尾删掉重新编号 实数填入二 OK这里的话呢 其实就是简单讲解开启这个档 对不对 旭责二按右键把它复制一下 移到最后面并且建立负本按确定 这边的话呢把它改成三 然后这边本来是入门吧 把它改成就是进阶 改成进阶 那每个老师只要参加的话 就是两个小时的实数 所以这边删掉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按右键把它删除掉 那编号部分的话呢 重新编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一 按卡锁键 往下 重新编 实数的话呢 全部改成二 先输入一个好了 向下填满 全部变二 也就是有参加的实数有多少 那就是说 这个研习实数 有两个 一个是入门的 一个是进阶的 最后前面是总表 总表是什么 请帮我统计一下 有参加的老师 有哪一些 第一个 第二个 他的参加实数呢 有几个小时 那你想说 如果他 你不可能突发这个刚好 比如李世元老师 这老师的话 他有1.5小时 他进阶里面有没有 没有 因为他没有出息 所以呢 他前面就是1.5小时 王庆路 这老师没参加 所以他是0个小时 他是1.5个小时 那陈世杰老师的话 可能就是有陈世杰 三个小时 加两个小时 就会五个小时 你不可能说 一个一个慢慢去切啦 那如果说 人数少还OK 人数多的话 我看你可能会 做到昏倒了 像那个什么 我前面讲过 像电信公司 他的客户都是几万 几万个客户 你几万客户 你要去加 他的那个通话时间的话 那不得了了 那恐怕你没完没了 不用下班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今天要怎么样 要能够完成 刚刚讲的事情 该怎么做 比如这个人 这些人 他有没有在 第一 这个清单里面出现 有出现的话 就把这个加过来 那不就跟刚刚的 那个三米夫函数 是一样的 对 不过 你也可以把它写VBA 这个部分 可能要想一下 那所以呢 第一个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什么 找到三米夫 或者最近使用过的三米夫 按确定 Range的话 指的是 你要判断的 那个条件 要判断的 判断 第二个是什么 这个人 有没有出现 所以要判断哪个呢 比如说 序折二里面的 这个范围 有他有没有出现过 然后再来的话 切回来 切到这边 这个人 有没有出现 那要加总 如果这个人 在这个清单里面 有出现的话 那就把 这个范围 帮我加起来 OK 那等一下 因为呢 再切到中间来 所以中间是切回来 上面跟下面 是在另外工作表 只有中间的 这个条件 是在 这边 所以特别重要 你可以这样来 选完之后 记得点中间一下 他就会切回到 序折一的 这个工作表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范围会跑掉 所以记得 把B3跟B16 按F4 把C3跟C16 按F4 这样的话 只有中间这个 不要按F4 因为他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 这两个比较的范围没变 只有变什么 要比较的这个人 有没有出息 OK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按一个确定 基本上 这个人没出现 对不对 向下填满 就完成 有没有 但是呢 只有入门的那个 部分的统计资料 就是 这个人有出现1.5个小时 这个人有出现3个小时 他自己会帮你比对 可是呢 我们还差什么呢 选择3 进阶的 对不对 入门有了 进阶有没有 进阶还没有 那其实怎么做呢 那你会发现 入门跟进阶 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好像有吧 在哪里呢 其实公式一模一样 只是后面 把它加起来 比较好了 所以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再到后面 加上 贴上去就可以 那因为太长了 把它展开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吧 这个是序值2的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序值3 也就是说我的比对的范围是3 但是B3到多少呢 因为扣掉两个人嘛 B14嘛 对吧 那也是比对这个人有没有出现 然后这边也是B3 跟这样 序值3 然后C3到C16 改成C14 因为扣掉两个人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也是这样打勾 打勾之后 这个人还是没有 因为他没有参加 所以往下填满 他就把什么 进阶的时数 也通通加进来 有没有 所以 这个是入门的加总 这个是进阶的加总 就可以通通把它加总起来 所以我们只要做出一个 之后的话 后面那一个呢 就是直接把工作表改一下 然后呢 范围改一下 条件一样嘛 都是指的是 这个人 有没有出席 有没有这个出席 这个研席 好了之后 按打勾 后面就做出来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把这两次的资料加总 所以将来各位如果出现 类似这样的状况 因为之前有同学常常会问说 老师我有很多亲 就是不 有两个清单 一个是有出现 一个是总表 那我要比叻他们 到底会出现的话 其实 把它加总 你可以用sumif 啊如果说你要只是计算次数的话 你可以用countsif 这也可以完成 Г 这个部分的话是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的话呢 就是后面还没完成 哦 就是依据 victory 的工作表 他统计出来 但是我希望要保护 什么要保护 如果说这个资料 假如说大家可能可以下载的到 可以开启的到 那会不会有人怎么样呢 就偷偷的修改延习时数 他可能延习每个人 比如这年度一定要至少多少个延习时数 要五个延习时数的话 会不会有这个偷改的篡改的行为呢 也有可能改完之后 那这样子不就会有问题出现了吗 那假如我今天 我希望怎么样呢 不能让人家修改 另外呢顺便讲一下 如果我不希望人家看到公式的话 那其实都可以保护的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设定公式 这个题目 不过这个题目里面是要求 保护C2到C21 不被篡改 所以我要怎么样去 不让人家去篡改 然后特别注意到第一个 这个范围 先确定一下 C2到C21按右键 出这个内容一下 看一下呢 有没有 各位不知道没有用过这个保护功能 这个保护功能 就是主要是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保护工作表 而来的 这边有个教育 里面呢有一个叫保护工作表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锁定的话 他就帮你保护 没有锁定的话 就不保护 所以呢如果你要保护的范围是C2到C21这个范围 先要选取 选取之后的话呢 把它锁起来 另外呢如果你要保护公式的话呢 有的时候你写了很多公式呢 但是你希望不要被人家看到 因为好这是你自己想的 想半天终于想出来了 你不想很那么容易被人家知道说你怎么写的话 你就把隐藏打勾 再保护起来 你公司就不会被看到了 OK我们试试看好了 第一个哦 按右选取按右键保护 锁定隐藏好了 好 那这个其他没有没有没有锁定 没有就没有保护了 再到教育里面哦 找到保护工作表 那通常是要加密码 不过这别注意啊 你密码不能忘记啊 忘记的话也没有人会知道 之前有同学就忘记了 问我 我说我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密码只有你知道了 我看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哦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要取消保护的话 他会要你输入密码 所以只有你知道密码 但是如果你没有设密码的话 按下去就取消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锁密码的话 他只是一个让人家 就是说不知道你怎么做了 OK那我们来试试看哦 这个地方 如果编号我修改 这个应该还是可以修改 保护工 我看一下 那如果要修改的话 他会跳出什么 跳出这个 不能被保护 另外的话你游标 放在上面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上面的公式 有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其他的范围 我看一下其他范围 因为这个范围我看预设 那如果说你要再回头看 你必须把取消密码取消掉 这个刚刚为什么会有看一下 所以他预设 已经被锁定了 所以如果说你只要保护那个范围的话 我建议各位这样 全选 先把保护 有没有 就是先锁定的这些 有没有 先取消掉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可能原来他已经有 有锁定的 那就会怎么样 全部都保护住 但是如果说你担心说 有些地方 我只要C2到C2C 其他都不要保护就对 那你记得 在保护之前 先确定一下 一件事情 就是全选一下 按右键 出声格内容 先把保护全部打勾取消 硬仓A全部打勾取消 按确定之后 再针对这个范围去做什么 按右键 出声格格式 再锁定 再隐藏 这样的话就只有这个范围 其他范围就不保护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再保护一次 1234 1234 这个时候我改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改成2 打勾 可以 对 那这个地方改5个小时 没办法 他说 你要变更的 已经被保 无法 无法变更 我可以按确定 除非呢 取消保护的时候 你要输入密码 但是呢 如果假设有一种状况 你真的忘记密码的话 怎么办呢 有没有方法可以破解 之前就有同学跟我分享 他说呢 他就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传到云端 Google市算表 再下载下来 保护消失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可以试试看 这个保护 你可以把它丢到云端市算 你把它储存起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再丢到云端市算表 特别是要转换成Google市算表的格式 再下载下来 这个保护呢 居然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看 这也蛮有趣的 OK 好 这里的话 主要是把 这个延席时数 本来是入门 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入门改成进阶 复制一个序子三 把头根尾砍掉 删掉 然后再重新编号 时数为两个小时 那要把它加起来的话 就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三比幅的方式 做一次之后的话 做一次之后 再把它怎么样 再把后面那个部分用加号串接 只是修改什么 去着三 B16变 因为砍两个嘛 所以就是14 改成16改成14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就是先做完之后呢 再来保护 如果你要担心说有些有保护 有些没保护 确定先全选 左上角点下去 右键 储存格式 保护的部分呢 先全部都不要锁定 也全部都不要隐藏 再针对412到412、411 做保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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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